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中午时间 昨天美国众院议长麦克约安逊 会见了台湾驻美代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你看怎么威胁式的回应 回应说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中方一贯坚持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 美方有官议员应当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贸的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不得以任何形势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毛宁表示 民进党当局斜阳自重 医美谋独的图谋注定是不会得逞的 这是一个中共外交部的回应 李女士你怎么看 果真跟咱们昨天说的回应的差不多是吧 说什么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对台湾人你怎么看中共的这个回应 看出什么东西没有 对 我觉得他这个回应就是都是一样的坚决对台湾的这个立场 因为这个习近平他就已经下了死命令 这个台湾他在今年必须要拿下的 那当然各个方面都会动起来 而且我是觉得如果是以个人来看国共的合作 真的会觉得没有办法去想象人是可以这样为了政权 然后完全是无底线的后黑的 然后只要想到是美方其实一直在背后来帮助台湾的 十大建设 然后帮助台湾一点一点 慢慢的一个民主雏形 但是国共说要合作就合作 然后要把这个美方这么辛苦 然后在二战的时候牺牲了这么多宝贵的军人的生命 这个过程他就是这样把它抹杀掉了 对于美方在台湾的付出 跟为了二战的付出 然后只是给你有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逃离共产党的追杀 你现在反倒是跟共产党去合作了 这个是会让一般淳朴的民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当中共国他这个毛宁他回应什么都觉得不意外的 因为他们就是无底线的一个列宁式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真的是一个邪灵的组织 他们只看重他们的组织 也就是像路德先生在上个节目讲的 这个组织是谁掌握了这个特务系统掌握了 那么整个他们的党就必须要听这个组织的话 这个是非常明确 所以他们我现在才慢慢去了解说 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视这个组织 因为他其实不需要所谓的国家 因为他可以随时吸附在哪一个土地上的 哪一个其他的团体 其他国家的团体 只要这个团体是有人的 比如说工会啊教育界啊各个层面 他都很容易去渗透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给自由世界的 我们要去警醒的真正的这个 最根底的这个邪恶 其实就是列宁式的这个组织 这个集权的这种思维 这种如果没有把它清除掉 他的这种癌细胞的扩散 不是说你跟他有了经贸的关系 你让他希望他好转 他就可以好转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在民主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要更为谨慎 然后也更为对于你所谓的善意 你所谓的给对方橄榄枝 这个都要必须非常小心 这是自己一点看法 谢谢 好接下来啊 这个马英九今天说必须相信习近平 侯友宜啊 是怎么回应的 侯友宜说啊 马英九说的不代表他 是吧 然后急于要跟想法不同 说和马英九想法不同 这个侯友宜说立马切割说 马英九这番想法跟他有些不同 他从以前到现在都主张3D战略 包括贺阻加强国防具备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和对话交流 尤其他对中国的意图 从来没有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 两岸关系上一定要 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 反对一国两制 保护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赵长刚强调 马的说法不是用于侯友宜 两岸论出要以侯友宜的说法为主 他认为现况要谈同意 还太早 这个你怎么看啊 这个侯友宜 这个所谓的企业哥啊 你们台湾人相信吗 你们台湾人相信吗 不会相信啊 不代表何疑吗 不会相信啊 因为蓝白的所有的政见的策略 跟他们在总统大选的论述上面 全部都是马英九的这个主张 那这样子的作为 包括他们要加入FM的重启 然后要引进中国大陆的这些七年来到台湾工作 然后要更深化跟中共国的交流 这个就是要把整个台湾榜死在西边部 然后你这个现在才会说跟马的那种想法其实有差别 其实那个都只是记者会上面的说辞 我觉得还是要像杜德先生一直给我们听众的一个概念 就是真的是要从底层的思维去看他们的所作 然后所为 而不是他们说什么 就像习他说什么重要吗 他说什么不重要啊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从他2010年或者是他更早之前的绵密布局 到他上台 然后到他独揽大权 他有哪一句话说的是真实的 完全每一句话习都在打脸他自己 他以前跟别人所做过的承诺 完全都是只要被我利用了 只要我利用上了 只要我能够登上我的目的地 我的宝座 那么这些我的垫脚石都可以牺牲掉 都可以材杀的 那看得到这么明显 还有这么多扑死狗喷的这个人 还要为习近平卖民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党的这种架构 然后你又去进览在这个组织里面 你这个头脑真的是 你在所谓的什么的政治精英啊 权贵精英啊 都还是会被腐化的 你看这么多人为习卖命 可是到后来的下场是如何 我们不是都看得一清二楚吗 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 只要习一个呼号 一个所谓的死命令 大家就卖命了 不要忘记了当大家的努力为习达成习的目的 其实习的目的也就是普京的目的 习普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还有你们存在的空间吗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想不清楚呢 你看那个林整月儿去哪里了 而李家超以后会有好下场吗 那个都是存很大的怀疑的 所以当人们没有看清楚自由价值的宝贵 还一味着依附在权贵 要跪拜在地上的时候 有没有想一想 你自己的尊严监察在地上没有关系 但是你为他们来欺负百姓 来残害百姓 那个的最美一点 就是自己要承受的 所以当人们没有把这种真正的价值去导正 然后真正的选择去想好的时候 你看你所做的 就是让全球是一片灾难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有这个 所谓的生物病毒占得出来 很多人都还是听信 听信你的党的组织的命令 那党的组织那么邪恶 难道自己不会去辨别吗 这个都是一般人无法去想象的 所以那种邪恶真的是 不能让它存在的 这个就是看到所谓的 他们在媒体上面的 跟谁的想法同或者是不同 我觉得最底层的思维逻辑 如果他们还是依附强权 以强权为他们的翼龟 或者是这个就是我可以非常舒服的 特权的这种同温层的话 我觉得这些人的想法都要再想一想 你后面所遭遇的 不会是你眼前表面上所得到的 有点宣传谢谢 好 这个所以说 从你这来说 绝对不会相信他们所说的 是吧 这个侯友仪说的这个 说白了就是 就是故意 一边满意就 这个放出这个消息 然后一边这边侯友仪 说他不代表 是吧 说白了 这是他们一个 就两边都想站 是不是这逻辑 是吧 对 两边 一个 对 就是一个把步伐踩得很大 就是完全遵照习近平 另外一个呢 就假装说 没有 这个不是我们的想法 为什么 他就是一定是知道说 会有反对的声音 会有不满的声音 为什么国民党卖台卖的这么严重 那么明显 然后你们的说辞 是让台湾人完全无法接受的 所以他们就退缩回来 我觉得真的是都看清楚的 透过路德斯 透过雷烟路 就是慢慢的真的会看到 他们的实面埋捕的这种手法 是如何 所以当这些不同的绵密打法 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奇怪 因为过去的那种 王立强的事件 跟包括生物病毒战 路德先生跟严博士 所经历过的 这个郭文贵的事件 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所以当这个共产主义在全球 他的布局是如何 我们都相信 你看他全球的各个政体 他都可以颠覆成这样子 更何况是 你是还是中共国所派出来的 所以他们的言论 我们是没有人会去相信的 对这些事 所以 所以侯友宜啊 这个说白 国民党本身就是列宁市组织 说白就是一个 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故意把这个全包拳 是不是 满足了 但是他们就是一伙的 因为夏立言是副主席 都跑到 你怎么看 这个夏立言现在 去大陆这个事 你怎么看 林女士 这个很多台湾人都骂死了 但是你看他们还敢明目张胆这么做 就之前就 美方就已经讲了 邪恶轴心的代表是谁 就是中俄朝一 这个是跑不掉的 这个也必然是要被美方收拾掉的 但是呢 他现在为什么还敢大啦啦的 去到中共国 他就是要绑架台湾 你整个真的台湾如果这次选举 被帮往中国大陆去的话 那你整个就是跟美国自由价值对立面 这个不打紧 还就是像路德先生在上个节目说想的 你让日韩他们的这一个架构基础 这个军事联盟要怎么样去危机 然后这个不仅危害到了那个日韩的这个同盟的这个架构 也会危害到菲律宾 甚至是那个印度澳洲这个部分 那这个美方我相信他不会不知道 这个之后这个战略的布局会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有了解到这个层面 然后你又看到这个国民党就是一股脑的就是跟中共国绑在一起 所以我就说这个底层的逻辑 你如果没有把它完全的清楚 它的危害就是让人完全是 好像是受到了那种所谓的那种僵尸的召唤 它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你看他所作所为完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对党 可以去做的一个范围 它已经是超越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个国家 你对于一个不同的党派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就是已经名簧簧簧的是叛国了 是伤害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了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的这种司法 跟整个政府的监督继续没有办法去制裁它 就像美国现在可以去制裁 可以去问责福奇一样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问责这些卖台的这些人呢 所以这个都是台湾有很大在政治方面的问题 除了这个之外 对于夏立衍这个行为 我们是真的觉得是骂在心里面的 这个是真实的 但是很多人 你看国共他要这样子粘在一起 我们没有权利或者是没有所谓的其他的这种方式 只有选票的我们就会用选票去教训他们 谢谢 好的 谢谢林女士分享 反正大家看 这个都在出招 这个国民党这里是绝对是不能信任的 这百分之百 我告诉大家 那个柯文哲这里更加 他选的这么副总统 那个都是 在大陆 我从那生意 我从那做的很大的 他百分之百是亲共的 所以 所以所有的台湾人 如果这一次 不站出来去投 赖清德的话 我跟你说 后 未来后悔药都没得吃 谢谢林女士 咱们这期 如果就到这 别忘了点子分享 再见 再见